我现在准备去超市买点小零食 如果饿了的话能有个能量补给 Mosquitos big 他说啥 Mosquitos big 前面就是腿部路线 路还是很好爬的 因为相对来说路比较宽 然后也不是特别陡 途中遇到了这玩意儿 这是嫂吗 但是不敢乱吃 哇 这里太漂亮了 我猜这是橄榄 昨天在酒店里面 不是在饭店里面 我一直吃它的橄榄 因为它不上菜 现在我个人更喜欢上坡 上坡没有觉得特别的累 下坡肌肉需要更加协调 现在已经走了四分之三的路 马上就要走到那个海滩了 途中遇到的人也还好不是特别多 也遇到汽车人 觉得特别的酷炫 这下面就是海滩吧 闻到了一股海的味道 附近有两家餐厅 去看一看吧 如果一家餐厅决定在这里吃了 我要吃了 多奈倍底 有点咸 海的味道很重 就是 就本身那个咸味 很咸 好吃 非常的新鲜 里面有些酒 酒 酒精感觉没有完全重拔掉 太好吃了吧 好吃 越吃越好吃 汁也很好 但是不能吃太多 不然下午会狂喝水 然后狂撒尿 其实我吃西餐吃的不是很多 但它只要做得好真香 里的德国人非常多 因为听他们讲都是德语 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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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我第一次吃海鲜饭 真好吃 有排骨 有鸡肉 白白小颗粒 那个像是扇贝一样的东西 中国的什么 八锅饭 豆角焖饭 看这个蟹腿太香了 这个排骨它没有超市 而且酸肉丸 我点了一杯卡布奇诺咖啡 就给我上来 我以为这是啤酒 很酸酸 有人在这里游泳 就感觉这片海被私人承包了一样 我不能把后面的东西拍给大家看 因为我刚来这里呢 坐这本来没有人 然后来两个德国的女人 其中的一个 就把衣服卡卡托了点光 那就瞎喊了 她同伴也想下去了 往回走 土中遇到的这些树啊 都是估计是被雷劈的 今天有精神爬山 这地都是墓穴 会起到一定的缓冲度的作用 比普通那种山 使泥土啊 会跑一些 现在在我身后的这个餐馆啊 是晚上八点才开始营业的 实在不行我就去吃披萨 我怕我等到八点 结果等个寂寞 就有一种不想的欲打 最后来的披萨店 刚刚我进去再想跟老板打个招呼 让他招待一下 但是也是只有一个人 然后点了一个叫 有massa的披萨 这是意大利的披萨 当然披萨都是意大利的 它里面有 不够吃再点一个 应该够吃了 你在录视频吗 你需要一个吧 馅料非常丰富 同桌的咋样 不会说话 好吃 这是我近半年 吃过最好吃的披萨了 好吃 主要是这半年 已经吃过披萨了 刚刚吃了披萨 哇塞 觉得太惊艳 我就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披萨 我也去过意大利人开的披萨店 但是真的没有这么好吃 那个披萨简直是惊艳到我了 所以刚刚我一边吃 我说不出来话 我对老板就这样子 太好了 我就知道他们不会开门